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 请看 《阿弥陀经》共有六段文 是诸佛出广场所来证明 善导大师对他相应的寄语 我们这次所学的善导大师的法语 这是选略的 对教义方面 对我们净土宗教里 很重要的部分 将来也是希望大家 有这么一个听闻的机会 将来可以自己来看 善导大师的援助 一定会很有收获 第二段 南方诸佛如横沙 艺术舌相负三千 唯惜本国凡胜众 赞叹世家变现身 出现娑婆五卓内 标心为化最根人 我见邪滩增上慢 教令出世反声称 念如众圣流浪酒 诸佛成言 谓以不真 众等回心深净土 守之香花 常供养 后面两句啊 每首赞祭都一样 众等回心深净土 守之香花 常供养 因为它是战祭嘛 最后两句是供养 赞叹 劝我们发愿 回向发愿求生净土 那么前面的 祭语呢 是解释经文的意思一理 南方诸佛如横沙 南方世界的诸佛 如同横河沙数这么多 一书舌相负三千 也呢出广长舌相 便赴三千大千世界 为其本国凡慎重 这个依善导大师的解释呢 是这个各个佛啊 为他们本自教化的地区 为其本国 南方的佛 每尊佛为他本国的若凡若胜 凡夫啊 圣人呢赞叹 世家变现身 世家摩尼佛啊 有报身 有化身 在这个苏博世界呢 是化身 变现而来 世家摩尼佛 根据《法华经》的记载呢 早就成佛了 成典节 成典节以前 已经成佛 报身在无圣国土 来到我们这个苏博世界啊 计划我们罪业正生是多少次了 你赞叹 世家变现身 出现 娑婆 五浊内 阿弥陀经讲嘛 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事 那世家摩尼佛呢 大悲 进入火宅之门 来到娑婆世界 五浊恶事 标心为化 罪根人 这句话显示 世家摩尼佛出世啊 他的本怀 他是要救度什么样的人呢 就世家摩尼佛 标是这个 指标的标 标心 就他的心急心愿 是为了化住 罪业深厚的人 罪根之人 因为苏博世界 苏博世界本来就是呢 呃 惠土 苏博世界呢 称为堪忍世界 五浊恶事 啊 凡是身在苏博世界的众生啊 在碑华经历边就讲 这是他方佛国 他方国土所不容受的众生 所谓罪业深厚 罪业啊 这个非常深厚 烦恼厚重 呃 为诸佛啊 所不容受的人 通通的聚集在此苏博世界 所以我们世尊 释迦摩尼佛啊 为了化住 这个五浊 罪根之人 而出现在苏博世界 那么罪根之人是什么样的罪根呢 我见邪滩 增上慢 交令出世 反声称 我执我贱 这是我贱 邪是邪贱 啊 这个不是佛教的正知正见 不信英国报应呢 呃 认为死了一了百了啊 断灭空啊 那这些呢 都属于邪见 邪贪 啊 贪这些 呃 五欲六成 呃 贪然 增上慢 就是慢心很重啊 交令出世 反声称 你教他啊 你这个六道轮回很可怕 三界火宅 呃 很苦恼啊 应当出离啊 求解脱啊 他反而呢 不高兴 称恨你 哎 比如说大家劝人家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劝劝看啊 你别咒我死 什么意思你 这么要咒我死了 他心里啊 就称恨 那也有的呢 你好心好意劝他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他也不理不理你的情 不管是自我的见解啊 知见方面啊 呃 都不一样 呃 起称恨心 你你你你搞你的吧 你修你的 这就算不错了 还有的障碍我们念佛的也有 那么所以十方诸佛呢 在六方诸佛啊 就出广常识 念如众生流浪酒 诸佛成言谓不真 连绵 意念 如等众生啊 在做在这个硕破世界已经是流浪的太久了 这个酒就不可用时间的衡量 呃 呃 是无时节来 呃 我们本性呢 呃 星星啊 被杖毙 流浪在三界 呃 这个 六道之中 那么流浪酒了 受了种种的邪见 呃 邪直 邪见啊 贪 这个直见入心 所以呢 诸佛的正知正见 诸佛的成言 反而认为是不真实的 反而认为这个邪见 啊 这个邪谬的 邪见的思想啊 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是归于佛法了 在不归于佛教之前呢 我们都是邪见众生 虽然归于佛之后呢 还是有很多邪见 不过大方向呢 我们信英国了 那回想我们以前不信佛的时候啊 你讲英国报应啊 什么生死轮回 都不承认 啊 都是邪见的 然后说呢 这个动物啊 有佛性 应该爱护 不应当宰杀 哎呀 这个鸡都不杀的话 满街都是鸡了 啊 这个什么不吃怎么办 这个生下来就是给人吃的嘛 那像这种观点啊 都属于邪见啊 那么诸佛所讲的 三十英国六道轮回的道理呢 他说哪一回事 谁看见了 这都是邪见 诸佛成言呢 反而认为不真 那么如果就我们修学法门来讲呢 这十方诸佛 六方横河沙佛 都正成说呢 凡夫众生 罪业凡夫众生 称念弥陀名号 必然往生弥陀净土 那反而认为这个不真实的 这个怎么可能呢 来引用种种的言语 讲说种种言词 来呢 破斥念佛的信心 这样 就是流浪之酒啊 邪见生 邪见入心 诸佛成言 未不真 所以这些诸佛呢 都反复的 恳切的 慈悲我们 来为我们证明 所要信 释迦摩尼佛所说 下面西方 西方诸佛如横沙 各与本国赞如来 分身白衣颜佛类 视线八相大西齐 五卓凡夫将位时 六年苦恨正无为 霞摩尘道说妙法 种种方便不思议 普劝众生归净土 前思确立更深疑 我经书舍以为正 西方极乐 必须一 说西方呢 诸佛如同横河沙数 这么多 也都在他们本国之内呢 赞叹释迦摩尼如来 各与本国赞如来 那下面是指呢 赞叹释迦佛啊 八相成道 分身白衣颜佛类 报身佛啊 可以分身白衣 那么颜佛 颜佛这个颜佛提 这是释迦佛呢 分身来 视线成佛 视线八相大西齐 所以八相成套 投胎了 住胎了 出胎了 这个 出家了 修行啊 降魔啊 正道 转法轮啊 然后入涅槃啊 这个就是叫八相 八相成道 这个是呢 西游难得 视线八相大西齐 五浊凡夫将未实 五浊师的凡夫啊 他不知道 他以为这个是真的 释迦牟尼佛来了 释迦牟尼佛又去了 灭渡了 其实呢 这个不是真相 这个是世纪 这个迹象 不是本来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 这五浊凡夫呢 以为这个是真实的 六年苦恨正无为 释迦牟尼佛在雪山六年苦行 一天呢 就吃一粒麻 一日一麻 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心苦行呢 释迦牟尼佛是要折服 这个五浊师斜见骄慢的众生 那么骄慢众生啊 行外道法 自以为自己呢 苦行精进 能够得深入禅定 以释迦牟尼佛来讲 那根本就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呢 那你有这个交慢心 你苦行 我也行苦行 那苦行更超过你 释迦牟尼佛也是 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也拜访了外道的民师 为什么释迦这样呢 也来学习啊 你要正入禅定 我向你学禅定更深入 这样他们就幸福了 哦 才是如此的 而我们佛视线这一点呢 是怜悯我们的众生 大地众生啊 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本来就是佛 可是呢 被我们的无名妄想 所执着 所遮盖 不然正德 那么以他古佛呢 成佛报身 再来呢 视线 那么佛有 法身佛 报身佛和化身佛 佛有三身啊 三身这个法身呢 是 法身呢 我们也有法身 我们凡夫啊 也是法身佛 法身就是变一切 呃 真 这个真理的本身 本体啊 就是所谓的一花一叶 都能见如来 这个他是 本来如此 不从正德 你没有证悟成佛 还是这样的 可是呢 我们还在 因为一念无名的不觉悟 所以呢 成为这个凡夫 那么报身佛呢 是通过啊 呃 有始觉 在修行 然后呢 这个阴地的万行 成为果德 呃 这个庄严 那成为报身佛 那报身佛呢 是有始而无终 法身佛是无始无终 过去无量节 诸佛不出世 也是如此 那像未来 他没有是无始无终 报身佛呢 有始无终 因为他成佛了 那么有开始啊 成佛 那么成佛呢 就是无量寿了 没有终结 化身佛呢 是有始由终 像这个释迦佛啊 来入胎投胎啊 好像诞生 然后呢 八十年入灭 有始由终 化身是化现的 不是他真实的 呃 这个 报身 是非让呢 呃 因为我们凡夫啊 烦恼直见 我们见不了报身佛 报身佛呢 只有登地上的菩萨 才能见得着 那要了救度 我们怎么办呢 只好取尊降下来 成为我们凡夫的样子 事先跟你一样 也有生老病死 也是七八十年的寿命 你看 就这样修行 可以解脱生死轮回的 这样我们就起信心了 如果说呀 你本来就成佛了 你是佛 我们怎么修得了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不能进步 那事先跟我们一样 来呃 教化我们 呃 诱导我们 那我们释迦佛呢 就是 是一个硬化 所以五浊凡夫将未实 六年苦行正无为 降魔成道 说妙法 种种方便不思议 释迦摩尼佛要成佛的时候 也显示 有种种的魔障来干扰他 那么一一降伏 这个降伏呢 不是像我们讲的 用一般的讲啊 哎呀我 降伏就是一种 好像这个斗争 释迦佛呢 是慈悲心 以慈悲心感化 降伏 种种方便不思议 只要说 那么种种方便呢 是显示他说了种种无量的法门 那么这个法门呢 不是释迦摩尼佛的 他本心所要讲的 是他一种方便诱导众生的方便 普劝众生归净土 那这里呢 才是释迦摩尼佛的真实本怀 来到这个武作事啊 虽然显示种种方便 大稀奇 不思议 那是普遍劝导 我们一切众生的归心西方极的世界 结果我们众生怎么样呢 前思确绿 更生疑 这个想来想去 往前 确就是后退 前面走一步呢 又要后退一步 叫前思确绿 回头过来呢 又在那里担心害怕 更生疑 能到极乐世界去吗 真的有极乐世界吗 就是这样子真的能往生吗 那么这个叫前思确绿更生疑 我们很多人呢 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不了解 教法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西方诸佛啊 说火尽殊舍以为正 我现在呢 来证明你 我出广场时向证明说呢 你不用怀疑了 不要前思确绿了 应当呢 一心直径 直往西方 西方极乐 必须依 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下面呢 是下方佛 下方诸佛如横沙 各于本国度众生 正在世家处着 能为难事化群门 善巧随以令断恶 偏心只受向西行 一切福业皆回向 忠实化佛自来营 立更智者闻欢喜 护益三徒心及经 经心毛树劝忏悔 恐罪不灭 也堕深坑 下方诸佛如横河杀素这么多 都在本国度众生 然后证明赞叹 释迦摩尼佛出现在五浊恶世 能为难事化群门 释迦摩尼佛不说吗 这个 释迦摩尼佛 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 说释迦摩尼佛能为 甚难稀有之事 能为难事 如诸佛事 说辞一切众生 难性之法 赞叹释迦摩尼佛 能为甚难稀有之事 讲说这个净土法门 恋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罪恶凡夫 开辟往生净土的道路 化度他们回归净土 那么虽然说能为难事 讲说种种法门 善巧随夷令断恶 令我们要断恶修善 让我们断恶修善 不是释迦摩尼佛的根本的目的 释迦摩尼佛叫我们断恶修善 是叫善巧随夷 是一个方便化导 所以善导大师就讲 诸佛出世 种种方便 劝我们断恶修善 这个不是他的本意 这是他的方便 为什么呢 诸佛出世的本意 不再让我们断恶修善 这个往生人天 因为人天之乐 犹如电光 刹那之间呢 就消失无余 还要在六道轮回而来 所以诸佛出世的目的呢 是要让我们回归净土 那么劝断恶修善呢 是先维持人道的基础 因为如果不断恶修善的话 连人道的人生都保留不了 那么人生保留不了 不能闻到这个尊贵的教法 那么不能解脱 所以呢 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听闻佛法的基础呢 首先要保持人道 人生不失 那么人伦呢 不是人伦道德 那么有一个基本的环境和因素 所以为了让我们听闻佛法 解脱生死轮回 来讲呢 人天秤 来讲断恶修善 但这个是最基础的 不是佛的本怀 所以说善巧随夷 令断恶 那最后呢 讲偏心止受向西行 就佛有偏心 偏就是专门的心愿 他本来的心中的愿望 偏心 止呢是指导 受呢是给你 教授我们说呢 应当向西方极乐世界而去 那么再叫我们断恶修善呢 然后说这些啊 断恶修善所修的怎么办 回向往生西方嘛 不是让你在这里断恶修善的 一切福业皆回向 这个才叫善巧随夷啊 就我们方便呢 一切福业就是三福 是福 借福和行福 行福都回向 求生净土 终时化佛自来营 你能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 念念不舍 那么临终之时啊 大佛菩萨自然来迎接我们 这才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本怀 所以大家要懂得啊 我们佛教有五称教法 人天称 身文称 圆觉称 菩萨称 人天称呢 是通于世善 通于这个一般 呃 外道也 也是在人天当中 这个显示不出佛教的根本特色 佛教什么 佛教就是行善积德 对不对呢 啊 这个没有显示佛教的特色 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 不在于说行善积德 这个是通于世善 也通于外道 那么佛教特色就是说 他特有的区别于世善 也区别于这个外道教法 在于他呢 是让我们能够出离生死轮回 在讲世善方面 我们佛教也超过世 也超过世间人的善法 所以是纯然的 纯粹的 全面的 那么我们佛教讲世善呢 不止于世善 他有个引导的目标 完善 圆满 以无漏心 以这个 无染心 以无我 没有执着的 没有我执我见 这样的心呢 行是善 然后呢 可以出离生死轮回 所以佛教的本质啊 不在于世间的人天之善 而在于呢 出离生死 那么出离生死呢 有小称与大称 佛教的本怀呢 在于大称 自己德阿罗汉 这个呢 是自了汉 应当呢 成为行菩萨道 那么大乘佛法里边呢 有难行 有异行 有圣道 有净土 那么释迦摩尼佛呢 以宣扬 阿弥陀如来的净土法门 作为他来到此 娑婆世界的 一个根本心愿 是要偏心 只受 向西行 一切福业 接回向 忠实化佛 自来迎 为什么这样的偏心呢 因为这个容易 只要你行善修福 回向极乐 这是一种 要门的方法 或者专念迷途名号 求生净土 这是宏愿的射寿 这样临终呢 化佛自来迎接 很容易 利根智者 闻欢喜 护益三土 心及经 利根智者 就是有智慧的人 利根的人 听到这个说 欢喜了 好啊 我要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利根呢 和智者啊 都相应而 相对而说 如果听讲极乐世界啊 心里边呢 无动于衷 哎呀 我还是求仁天 将来升天 那这个叫顿根 这个也叫愚者 不叫智者 所以利根智者 闻欢喜 一听说福业 断恶修善呢 回向求生 就高兴了 哎呀 那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呼吁三土 心及经 忽然意念说 我还是没有 断掉贪生吃的 这个三土恶性呢 那么三土的夜报 怎么办 心里边有惊恐 惊心 毛树 劝忏悔 那么内心啊 有惊恐 毛孔都竖起来了 这是真实的 这种啊 有忏悔之心 所以劝他呢 应当忏悔 所以忏悔呢 我们也说过了 有两种忏悔啊 一般忏悔 这个 理忏 事忏 那么事忏呢 往事女站里面讲啊 眼泪流血 毛孔里面也出血 这样呢 上品忏悔 那么中品忏悔呢 虽然毛孔不出血 眼睛要出血 毛孔啊都流汗 这中品忏悔 那么中品忏悔做不到 下品忏悔呢 这个毛孔 这个虽然不流血 也要流汗 眼睛虽然不流血呢 也是血红 也是呢 这个流泪 这样叫三品忏悔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念佛忏悔 如果不能做到这样呢 你能真心投靠阿弥陀佛 念念称念弥陀名号 这个也是有同样的功效 这是称阿弥陀佛愿力 所以精心毛术 劝忏悔 恐罪不灭 堕生坑 如果我们罪也不灭的话 就堕在三恶道的生坑里边了 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呢 或说待业往生 或说呢 消业往生 如果以善道大师的思想呢 是灭罪往生 灭罪 在我们观音经里边就讲啊 成年一句 那妈阿弥陀佛 能够呢 除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然后世家阿弥陀佛显现出来呢 就跟他说 善男子 一辱称佛名故 诸罪消灭 我来一辱 随时灭罪往生 那么应观大师呢 他也有解释 他的解释啊 还是很好懂 他说待业往生啊 是就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来讲的 你还是凡夫 你总有罪业 你没有那么干净 那么但是呢 并不是说 我们把罪业呢 带到极乐世界 你如果把这个业 带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极乐世界也成了绘土了 对不对 比如我们造了三个道的业 你把三个道的业 带到极乐世界了 那极乐世界 岂不是有三个道了吗 所以说呢 待业往生 就在雌土 还是凡夫的身份 说你有罪业 但不必担心 阿弥陀佛呢 可以救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并不是说呢 把罪业带到极乐世界了 他打了一个比喻 他说我们的罪业啊 像一片雪花 阿弥陀佛极乐境土呢 像一个大爷红炉 像这个念钢炉一样 那么我们的罪业呢 这片雪花的罪业 还没有接近这个红炉啊 当下在空中呢 就化掉没有了 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呢 一旦到达净土 所有的罪业没有了 消失掉了 这么一个角度 跟善导大师的解释呢 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有罪业的话 我们是不能往生的 那是要堕落的 所以释迦阿弥陀佛来就说呢 诸罪消灭 我来淫如 那么说呢 消除八十亿节生死之罪 这就代表呢 虽然有八十亿节这个数量 其实是代表一切罪业 也就是说 能够消除我们生死轮回 所以生死之罪 让我们不至于呢 再堕落在生死当中 能够解脱生死 往生西方 那么不管是待业往生 还是消业往生 这个呢 都是阿弥陀佛的事情 如果讲待业呢 也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待 我们待不动 对不对 那么如果讲消业呢 也不是我们自己做到 没有贪神吃了 业障消除了 还是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光明名号 消除我们的罪业 就好像我们坐船过海一样 我们身体有重量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用重量放在船上面 谁来代替我们的重量呢 是船 这样可以讲 代业往生 带着你的重量呢 过海了 那么船一带了我们的重量呢 我们自己啊 就不 不会掉到水里边 就好像没有重量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叫消业往生 消除你了 你不会掉到水里去了 所以我们一旦称赞 南无阿弥陀佛 投靠这六字名号 我们不管他代业消业 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事 我们只管念佛 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明白吗 是这样 这是下方 还有一段上方 上方诸佛如横沙 还书蛇相 为娑婆 十恶五逆多一半 信邪是鬼 碎神魔 妄想求恩 未有福 栽账祸痕 转离多 年年卧病于床枕 龙芒角折手蓝绝 尘世神明得此报 如何不舍念弥陀 弥陀 愿力皆平等 但是回心花自捧 一恋逍遥快乐国 敌尽长安 无退动 这一段 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讲 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 这一段主要是指呢 我们这个苏婆界的众生啊 他不念佛 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目标 求鬼求神 求妖邪 然后呢 造了恶报 所以上海大师讲啊 尘世神明得此报 如何不舍念弥陀 这个很恳切的 我们来边读 边讲解 上方诸佛啊 如同恒河杀素这么多 一个接一个 无量无边 还书舌相为娑婆 诸广常舌相 为了我们娑婆世界的罪恶众生 娑婆世界什么样的众生啊 十恶忤逆多一半 十恶众生 忤逆的众生 多多都是怀疑 诽谤 一半佛法的众生 十恶忤逆多一半 信邪 识鬼 碎神魔 这样的众生啊 他不入正道 不能正信正修 信邪 妖邪 识鬼 奉识鬼神 叫识鬼 碎神魔 这个神啊 魔啊 他 信奉他 所以现在这种景象啊 不在正信佛教徒当中很多 信邪 是鬼 碎神魔 像我上次啊 所讲的这个什么 要挟 要挟附体 这个主宰人的身心 叫你做这个做那个 结果呢 被他说指使 心啊 不如我们正修心门 结果啊 一生啊 受了很多的苦恼 这个也是他过去的夜报 也是他今生呢 没有遇到善之实 妄想求恩 未有福 都是这种形态 所谓贡仙堂子 这个认为他是保家仙 他不祸害你就不错了 能保你吗 哪有那么高 他也没发菩提心来保护你啊 他来就是要 找他的便宜和好处 就是来呢 要得到他自己的供养 哪里他来保护你呢 结果到后来啊 都是得到祸害 所以说呢 妄想求恩 未有福 以为说呢 我这样来供他 我会得到好处 他能够加恩给我 我能够得到额外的这个福利福报 这个都是虚假的 作为佛教徒啊 要一个正确认识 人生的一切苦乐 苦乐祸福啊 点滴呢 都不从外而得 都是我们过去的夜感 所招来的啊 夜感所招报 如果你要通过强力的话 比如通过一些鬼神呢 来给你弄这些来 你一定有天灾 没有天灾 一定有奇货 决定不是好事 就是不该你得来的 犯了天调啊 这个因果啊 不相吻合 自然的 就自然界里边 有这种明明的法则 来惩罚我们 所以这个是看的太多了 所以奉劝大家呢 如果没有入这个没有立仙堂的你千万不要立 千万不要去给别人看病啊 出马了 什么说事了 千万不要做 因为这个啊 都是利益交换 你对他无所求 你对他呢 就无所拒 你有求于他 你就受制于他 你将来呢 不能得好结果 所以上导大师啊 在这里讲了 妄想求恩 未有福 以为说这样对我有好处 灾障 祸痕 转离多 灾难 障碍 祸害 恒灾 恒难 越来越多 年年卧病于床枕 这个都是现实里面看到的 龙芒 脚折 手拦绝 哎呀 六根啊 身体啊 都受到这个损失了 臣氏 神明得此报 你奉势邪鬼邪神 结果呢 得到这样的恶报 如何不舍练弥陀 你怎么不归阿弥陀佛呢 你怎么不舍得把这个放下来呢 你怕什么呢 阿弥陀佛乃是佛中之王 诸佛菩萨来护念你 所以根本不必害怕 你一害怕 就被他所控制住了 所以提起正念 如何不舍练弥陀 弥陀愿力皆平等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大愿力啊 都平等没有差别 但是回心 花自捧 虽然说过去以前 是信邪 是鬼 碎神魔 那只要你回心 向着佛呢 阿弥陀佛自然把莲花捧来 因此地回归起了世界 那么也有人以前啊 念过气功 甚至念过法轮功 摧残自己 说我现在想信佛行不行 没有关系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你只要回心来念佛 迷陀愿力皆平等 不会因为你念过这个功 那个功 就对你呢 就另眼相看 贬低你 鄙视你都没有 只要念佛 回心念佛 自然连话一样 捧到你的面前 一念逍遥快乐国 敌尽长安 无退动 一念之间呢 逍遥自在 你看逍遥这个词 是很轻松的啊 一念逍遥回到极乐国土 就到那里啊 永远安乐 不会呢 受到邪鬼啊 邪神啊 这些障碍了 不退动 所以我想这一段呢 对于我们 如果家里供的有其他的 外神外道外邪了 应当呢 以我们佛教徒的正性来处理 不会有任何障碍 你放心大胆 大家呢 不要受恐吓 不要担心害怕 这个正念兼顾啊 有阿弥陀佛 因为如果我们内心里边 呃 内心不坚定 这个心呢 就跟阿弥陀佛有隔岸 有障碍 反而呢 被他所牵制 我们正念兼顾呢 自然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专案修炼佛 在弥陀佛的光明摄取之内 在阿弥陀佛的保护范围之内 那自然呢 万事皆消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刚才这一段呢 这一讲是说 诸佛作证 称名必生 嗯 是讲啊 善导大师呢 解释阿弥陀经里边的 六方横河沙 诸佛 这一段 我想把这一段哈 再念一遍 又如弥陀经养 六方各有横河沙等诸佛 皆书舍 遍覆三千世界 说诚实言 大家听好哦 这个诸佛说什么样诚实言呢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凡夫 但回信念阿弥陀佛 愿身净土 上进百年 下至七日一日 十生三生一生等 命运中时 佛与圣众 自来迎接 即得往生 如上六方等佛 书舍 定为凡夫作证 罪灭得生 若不以此证得生者 六方诸佛书舍 一出口以后 终不还入口 自然坏烂 尽百一切往生人等 若闻此语 尽悲甚与泪 连结累结 奋身碎骨 报谢佛恩 由来趁本心 其敢更有毛发干之心 好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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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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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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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